真的超无关的这个车 国父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手稿 很干净的街道 然后你就突然拿一个 阿嬷内裤在你头上 你就觉得很突兀 我好像是没见过 还有这种编的 公共电话亭 给你手机免费充电 还可以打三分钟电话 来上海的第二天 再解锁了上海特色美食 蟹黄拌面 蟹粉小龙 还有巨大蟹黄灌汤包之后 我们俩心满意足的前往 据说来上海必打卡的 也是观光客一定会去的武康路 好多人喔 感觉是白天的跨年 全部都在这个人行道上面 全部都在拍这个武康大楼 就是后面这一栋 这是来上海游戏打卡的地方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定要来这个大楼这边打卡 但是这里人好多 反正我们就也来打一下 人多的地方就去凑个热闹 它的外形像船一样 据说这是上海第一批 现代化的公寓 然后很多的名人 曾经居住于此 住在这边 这附近好像有很多人的故居 对没错 我们现在就去探访一个 固居区 Ricky唯一知道的名人 的故居 到了 这边 宋庆林的故居 那怎么进去呢 没有进去 好 首先映如眼门的 就是宋庆林的座像 我们可以看到 是宋庆林的河口鲜花 哦 它1893年到1981年 我们先参观的文物馆 在这里看到了1907年宋庆林赴美留学的护照 宋氏山姐妹在美国留学时的留影 宋夫人与国父孙中山的结婚照 和许许多多的合影 国父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手稿 国父曾经穿过的长衫 她的手枪 手杖和遮阳帽 宋庆林入过的手袋 上面还有她英文的手机 哦 SCL 她穿过的 旗袍和旗袜外套 她的股票很小 嗯 看起来 很小件 很小吃 你看那边 那照片 腿短短的 这上面 这衣服 好 比较长 接着又来到了主楼参观 这里面就是宋夫人生前居住最久的家 你这样子无聊啊 你这样子无聊 我为什么不去 小朋友 人间清醒 主楼入口 但因为主楼不能拍照录影 没办法给大家看画面了 但大家可以看看宋夫人家的后花园 可以在这个地方开party 她以前就是在这招待各国的贵宾 上流贵妇的下午茶会 类似这种 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 除了后花园 宋夫人车库里的车也蛮酷的 这里是宋庆林生前乘坐的两辆轿车 一辆为1975年国产红旗牌轿车 另一辆为1952年苏联政府赠送的吉姆牌轿车 真的超烦的这个车 你站在旁边 刚好跟他有一个参照物 哇塞 本来呢我对于这个什么名人的故居 就不是太感兴趣 也不是说太感兴趣 不太了解 对一般你去参观一些什么书法家的故居 我对书法也不了解啊什么 然后宋庆林故居 是因为哦我知道他是孙中山的老婆 然后他住的地方是怎么样来参观一下 里面有很多跟国父孙中山的一些照片 以及他们的恋爱的故事嘛 当时他们相识相知的一些出现往来啊 还有他们的结婚照呀什么的 对一些当时在革命嘛什么 然后又留学 宋庆林又当孙中山的秘书 后来就 当秘书就 就尽原则 当秘书之后就辅助他革命了 他就被孙中山所吸引了 对吧 里面有写在孙中山向他提出结婚的要求的时候 然后他们相差了30岁嘛 然后结婚大约10年左右 就10年国父就去世了 就在北京去世了嘛 对 所以嗯就说以前吧 没有对于国父的故事有多么的了解 只知道哦 国父孙中山 然后学校就会挂着他的照片 嗯 也只知道国父 并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宋庆林 我来之前我问妮娜说 哦宋庆林 是跟宋美宁什么 哦是他姐姐 然后哦他是孙中山老婆 哦哦 可能我历史不太好 我其实也历史不太好 但是主要是因为上海这个武康路附近嘛 有很多很多的名人故居 对对对 其中一个就是Ricky比较知道的 其实就是宋庆林故居了 然后因为我也没有说每一个都很了解 或很感兴趣 然后我们就提前预约了一下来看看 而且我觉得这里挺适合来走 是因为他有游客的人流管制 所以说你进来以后不会觉得人特别多 对对对对 想要看什么比如说文物啊 或者说一些手稿都会人仅然不会 就是记得提前预约 提前一天就可以预约 你的门票也很便宜 20块钱一个人 你就可以花个一个多小时 从这里面走走看看 还可以来一杯宋奶奶家主题咖啡 边喝咖啡边阅读一些关于宋夫人的故事 好吧 我们现在宋庆林故居出去 对面刚好就是大影书局 大家一直提的 人也很多 我们也进去踩个屌 看一看 大影书局 你们有什么 我其实也不知道 你看二楼那里挂着一条被骨 像海蓝树的门冲 哦怎么也是有狮子啊 大部分疲劳都是水融性的 泡个日水早就好 生活不会越来越轻松 但你可以越来越坚强 堵车的时候不要生气 因为你也是堵车的原因之一 挺有意思的 好有道理 转个念 你必须很努力 才能过上一般般的生活 哇这个太写实了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们大人根本没钱买 于是呢 我们就把这本书给买下来了 还有非常有质感的签字笔 我没有买 很可爱的手提袋 我也没有买 但是现在有点后悔了 还看到了创意书套 保护你的书 可是我电子书 除此之外 大影书局里面 还有一片非常舒服的阅读区 真的有那种 大眼隐于世的感觉 从书局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沿着武康路 悠闲地走走 看看文文 左右两侧有许多极具特色的历史建筑 然而最吸引Ricky注意的却是 上海路上的特殊景色 这个是我在这个武康街这边 唯一感到好奇的地方 最有特色就是这个塞衣架了 上海人很喜欢塞内裤 谁都需要塞内裤啊 但是把内裤塞在这个人行道的上面 还是第一次见到 很像是在你家外面 然后你就把这个塞衣架打在 大家只要有个地方就要塞内裤 大家在这路猫来了 现在大家都在拿手机要拍的就是这里 罗密欧阳台 就是这个阳台 对就是这个阳台 我还是觉得 内裤塞在外面比较有趣 走在这么漂亮的街道 然后很怎么讲 很有特色 你看这个门随便一拍就很粗片的感觉 很有特色 然后很干净的街道 然后你就突然拿一个 阿嬷内裤在你头上 你就觉得很突兀 你就觉得 在这个地方是谁 谁才有这个条件这么做 对吧 谁才有条件把内裤塞在这条街上 能把内裤塞在街上的人 那得多有钱才可以在这个地方塞内裤 对吧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渔原路 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因为都听说是一条渔原路 半步近代史 说这条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古建筑吧 他说这里是很多的那个甜品啊 美食的打卡圣地 等一下有什么想吃的 看到想吃的甜品 我们就可以尝一尝 好 孙耀东住在 孙耀东不知道是谁 很有名的人吧 孙耀东不知道 孙耀我也有听过 诶是写哪里 哦 还是感觉大不可爱 感觉这个渔原路的人流就比武康路少多了 对 这武康路更有名是吧 不知道 卖狗狗的 高端 高端宠石制造专家 可以进来洗洗头 吹吹造型 软的颜色 顺便蹭蹭网 改变就在此 你敢吗 我不敢 哈哈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样不是红豆吗 可以养个色啊 养个绿色 哈哈哈哈 绿光照顶 阿弥陀 来看一下上海的房价 贵不贵 30平米花圆寿 888万 电车 这里有啥呢 看电视 躲个风 哈哈对 有点冷哦 三分钟免费通话 哦 妈妈打了电话 哦 你给妈妈打了电话 突然想起妈妈打了电话 她刚刚都不知道我从上海打了电话 有通吗 通吗 喂 请找杨萍女士 我是 你丫头 哈哈哈哈 我妈说 你小奶奶 你没听出我的声音了 我们现在在上海 然后 然后渡边呢 有一个免费通话 三分钟 然后我就突然想说 试试看 她是不是真的可以免费通话 这个拿起来给你打手机了 我妈以为是诈骗电话 哈哈哈哈 来 跟妈说两句 对 我你台湾诈骗女婿 哈哈哈哈 哎 挺好的 嗯 哈 边吃边拍 走走逛逛呗 这里挺漂亮的 啊 这个街道挺干净的 但是有点冷就是了 气温有点低 好奇 哦 好像是没见过 还有这种 哦 公共电话亭 给你手机免费充电 哦 还可以打三分钟电话 对 我看到她那边还有一个救助老人的 一个按钮 还挺好的 嗯 厉害 厉害 累了 原来这边要扫码预约才能进 那我们 抛死 最后我们回到饭店 买了沈大城当晚餐 还吃了超级大肉串当宵夜 隔天我们去品尝了道地的小龙汤包 还巧遇了跟Ricky说着同样语言的闽南姑娘 我是台湾人 跟你讲台湾一样的 又被她热情的推荐去评小灌茶 总是非常意外非常惊喜 留在下集跟大家分享哦